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语 第945集 北城数千人扶杀萧九安与契云开二人 最终却全军覆没 让萧九安与契云开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走了出去 消息传回去 北城元帅大怒 要不是还有一丝理智尚存 怕是会不顾一切发兵燕北 好好地跟燕北打一仗 把燕北打趴下 混蛋 萧九安他娘的就不是人生的吗 他怎么算得那么准 北城的元帅得知峡谷里发生的一切 气得直拍桌子 同样是领兵作战的人 他很清楚萧九安能从峡谷通过 绝不是因为什么运气 而是天时与地利 萧九安了解峡谷的情况 算好了风向与时辰 这才选择在那一天出发 元帅 燕北王已经走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北城在燕北边境囤了二十万兵马 与燕北境内的兵马数量相差不多 真要动起手来 北城也不会吃亏 但是他们这些兵马囤在边境 并不是为了跟燕北开战 而是以防万一用的 能怎么办 陛下有令 能不打就不能开战 至少我们不能主动挑起战争 边境的元帅还不知北城皇都发生的事 也不知三皇子和五皇子自立为王的事 要是知道了 不需要北城皇帝下令 他就不敢出兵 北城内乱已起 要是再有外患 内外夹击下 北城必败 最后铁定便宜了天启和天舞 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燕北王走 这口气我咽不下 副将一衰剑气怒道 咽不下又怎么样 你敢跟燕北王打吗 你打得过燕北王吗 现在燕北王已回到燕北境内 我们就是出战 也没有胜算 就算有胜算 他们也不敢打 天舞已经和他们北城开战了 要是两边战线同时拉扯 不说兵力不够 就是粮草也不够 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打粮草军须 很不幸 北城是个穷国 他们的国力无法支撑 他们同时与天舞燕北开战 那我们就吃这个梦亏 眼睁睁地看着燕北王 大摇大摆离开我北城 完全不把我北城放在眼中 是可杀不可辱 不管是萧九安在北城的所作所为 还是他无视北城皇帝的命令 直接离开北城的举动 都是将北城人的脸面彻底地踩在地上 他们北城人丢了这么大的脸 真的不要打回来 这要传了出去 他们还有脸面在四国混吗 和副将的契机败坏不同 领兵的元帅淡定多了 燕北王走了 我们奈何不了他 但别忘了 他还留了一万大军在我北城境内 那一万人 副将眼前一亮 找到了出气的对象了 元帅点了点头 边境匪寇众多 即日起我们开始剿匪 燕北王是悄悄偷回燕北的 只要他们不承认 燕北王留在北城的兵马就不是来使 他们说那些人是匪寇就是匪寇 说他们是流民就是流民 总是那些人在北城境内 只能任由他们宰割 元帅英灵 北城的副将连连拍手叫好 甚至他连一刻钟都等不了 元帅一开口 就想要求去剿匪 元帅心里也憋了一口气 且他们也需要一场胜仗 安抚将士们愤怒的心情 遂想也不想应下了 并且给出斩匪徒一人 得赢十两的奖励 当然 元帅口中的匪徒 绝不是只在北城到处流窜的匪徒 北城境内的真正匪徒 可值不了这个银子 一万人想要完全隐藏踪迹 几乎不可能 北城将领早已摸清那一万燕北军的下落 几位副将领了兵马后 就带着人去围杀那一万燕北军 他们就不信 他们带五万人出洞 会打不过那一万人 北城将领行动力极高 当天下午大军就出洞了 只是他们快 萧九安也不慢 萧九安带着纪云开穿过峡谷 便顺利与燕北境内的人会合了 在燕北侍卫的护送下 萧九安与纪云开顺利抵达燕北大营 抵达军营 纪云开还未下马车 萧九安就到 战场上混乱 本王安排人送你回燕北王府 他年前回了一趟燕北 将燕北的间隙清得差不多 燕北军已完全在他的掌控中 但这世间之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当初燕北军能被皇上和云家人收买 现在他们同样可以 这世间没有永远的忠诚 只看背叛的酬劳高不高罢了 萧九安一向自信 但涉及纪云开的安危 他却不敢自当 他不敢保证燕北军中没有其他的奸细了 为了纪云开的安全着想 萧九安想也不想就让人把纪云开送走 远离战场这个刀剑无眼的地方 行 我会燕北王府 纪云开摸了摸肚子 毫不迟疑地硬了下来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自从被银楼喂药 大夫诊断会影响孩子后 纪云开就再不敢拿孩子冒险 更不敢独自涉险 安心在燕北王府等本王 本王把这里的事解决了 就会回去 萧九安摸了摸纪云开的头 眼中藏着无法言语的歉意 跟北辰人打了多年交道 他太了解北辰人了 北辰人能赢不能输 峡谷一试北辰大败 北辰那些将领必然会怒火中烧 这些人奈何不了他 没有办法拿他出气 定会拿还在北辰境内的一万兵马出气 为了那一万兵马的安全 萧九安必须立刻点兵出战 以武力威胁北辰放人 不然他不敢保证 那一万人和莫七夕一家三口的安危 你放心去吧 我不会有事的 纪云开不是矫情的人 并不介意萧九安 没有办法陪他去燕北王府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回燕北的王府 虽然他对燕北这座王府的人都不熟悉 甚至整个燕北都没有一个他熟悉的人 纪云开仍旧很平静 没有一丝出道新环境的不安 作为一个被父母遗弃后只能不断住校的人 纪云开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很强 至少不会因为新到一个环境就怯懦不安 更不会因为离开了男人就没有办法生活 纪云开 他是一个在哪里都能过得很好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